各位朋友早安 今天早上呢 我会继续把一些甘蔗渣的 进行一些覆盖五花果的部分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 这些就是一些甘蔗渣 然后人家已经把这个甘蔗的水 已经吸出来了 然后这个是人家使用那个压机 然后压成那个扁成这样子 然后这个汁水已经全部都拿掉留下的部分 我就利用这些做成一种有机肥的动作 然后不只是有机肥了 它还可以做一些覆盖 然后像我们看昨天下午 我已经弄了一些很多 而因为我们看到这 这次我们这里的一些五花果 已经开始来了好多果 所以我这次要赶紧的补充养分给这些五花果 所以我已经在选择啊 这个甘蔗渣的 看这边哦 这里 我就会啊 使用这些覆盖这个 下的这部分 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啊 使用这一种或者其他类似的 所以这些呢 不但它是一种杂物 而且它还是很有效果的一种有机肥啊 然后它分回的时间会比较长哦 对 太好了 太好了 漂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果我们可以利用的话 这些都很有价值的 这里 看这边是黄金 你看 再放这里 以后它就会变成一种有积水的 这边 你看 像这种的话 像这些 我们就放四周或者两边都可以了 这样子 我看 其实我们看 这边都是 我使用好多甘蔗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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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 在一段时间而已 和这些五花果 都编的不一样 这次真的来了好多小果 这边来 我看这边 不只是来果 这边我们看现在又来了一些分叉的枝条 这里嘛 来了好多分叉 很多都已经分叉已经萌发 现在我就是会继续把这个地方处理一下 这一排的 好多分叉 我看都这样子 好多分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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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看这边 不只是一个油果 全部都已经 开始长了很多果 我们看很坏 然后这边小小的部分 也已经开始长大了 那个地方 在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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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其他 看这边 这边有好多小的枝条 这些的话我要处理 然后做一些扦插 今天我的视频先跟大家分享到此为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给我留赞 留下评论和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的五花果越来越漂亮 因为这次呢 我就是尽量使用一些有机肥 然后补充养分 养分补充之后 然后下雨 现在好多果已经开始萌发 再见呢 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